共政党和巫统两大巨头 拿都司里安华和拿都司里阿摩扎西 卷入的录音遗云 今天再添新变数 原本坚决否认录音真实性的安华 立场似乎有所松动 是的 他质问 就算录音是真的又有什么问题 并且强调对话内容 没有涉及罪案或者背叛行为 是政敌刻意炒作 至于是否会报警证明清白 安华说他和阿摩扎西都已经明确表态 这样就已经足够 网络流传的录音 究竟是不是安华和阿摩扎西之间的对话 这个问题在政坛延烧多天 尽管他们两人早前都强烈否认 但安华今天这番话 给了外界更多想象空间 安华在被记者追问时 反问记者 就算录音真的是他和阿摩扎西的对话 那又有什么问题 安华强调录音内容没有背信弃义 也不涉及犯罪 究竟何错之有 安华坚称这段录音是有人为了炒作安华和扎西合作的课题 从中捞取政治利益 淡化贪污 国会停摆等等争议 他更回呛指 之前也有许多涉及国盟领袖的录音或视频 但都被淡化处理 至于他本人是否将报警证明自己的清白 安华被追问时只强调 他和阿摩扎西两人都已经明确表态 这样就已经足够 一段长约四分钟的录音几天前在网络上传开 安华和阿摩扎西被指案中通话 让两党领袖的形象受到重创 内政部长韩扎在努丁昨天公开呼吁安华和阿摩扎西报警 证明自己的清白 阿摩扎西临时取消报警 只呼吁党员善用社交媒体阻止谎言 但刻意不展开 乌统许多人对录音感到非常不舒服 阿摩扎西的领导地位已经摇摇欲坠 希望立刻举行当选